有些人只可共享福,不可共患难,这句话用来形容当下的赵家班再合适不过了,赵本山还能上春晚,还能为徒弟安排资源时,赵家班成员哪敢赵赤,一个个卑躬屈膝,生怕做错了事情。 现如今,赵本山卸任了本山传媒董事长一职,又离开了央视春晚,影响力一年不如一年,这就导致跟随自己多年的徒弟生了恶心,最近一段时间,赵家班不太平,徒孙初走,还在直播间控诉视野指手遮天,徒弟们为了人气在直播间抖露公司内幕。 甚至不惜和恩师撕破脸,给人的感觉是,赵本山已经hold不住这些徒子徒孙了。 当然了,也有例外,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周云鹏,周云鹏,原名周斌,1982年4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,中国内地男演员,2003年,他在沈阳拜二人专艺人游泳为师,学艺一年。 2005年,成为长春东北风剧场的移民演员。之后,周云鹏被赵本山收为徒弟,成为赵本山的第39位弟子。 但是赵本山这么多年,周云鹏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,虽说不像小沈阳、文松、刘晓光那么出名,可人家也参演了不少电视剧,录制了不少综艺。 最近一场直播中,周云鹏透露目前本山传媒确实有点小混乱,但是内部管理没问题。 他也表示,没有师父赵本山,他就是一个恶人传剧场的小演员而已,借助师父在全国的影响力。 我们这些徒弟都拥有了房、车。 还有或大或小的名望,没有师父,你可能只能在东山省小有名气而已,现在全国我们多多少少都能混个小脸熟,这就是很难得了。 我周云鹏是个自足常乐的人,我感恩我的师父赵本山,其他的人我没办法平头论足。